霹雷华都雅野上个月才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造成一名女子在医院挣扎了20多天后不幸丧命 没想到如今又传出类似事故 这一次中毒事件发生在打巴一所寄宿中学 共有43名学生和一名老师 在吃了食堂提供的咖喱鸡和面包之后 陆续肚子疼 校方紧急将所有人送院治疗 目前还有33名学生必须留院观察 霹雷州打巴理科中学传出食物中毒事件 43名住宿学生和一名老师 前晚吃了咖喱鸡之后 陆续出现肚子痛等中毒症状 校方得知消息后立刻将学生送医 虽然有11个人获准回家修养 但有多达33个人必须留院观察 这是霹雷州一个月内第二宗大规模的 食物中毒事件负责卫生事务的周行政议员 拿督马汉顺亲自到医院了解情况 而他调查后发现这所出事的学校 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发生过类似情况 推测问题可能是因为冰箱故障 根据了解霹雷州境内 今年就有三所宗教学校发生了食物中毒事件 受影响的学生累计达54人 马汉顺因此促请各方关注卫生状况 避免悲剧发生 NTV7综合报道